今天想跟大家去拍一下照片 到處拍一下 其實到處拍很多人都會拍的 有些說去街市 有些說去一些深水埗 拍一些香港基層的感覺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拍香港基層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人家都慘 又要拍他出來 又要播上網 有誰在街上會想被人看到 今天想有陽光的地方 怎樣去拍一些陰影 怎樣去利用光影、視線、不同的構圖 去拍一下照片 今天也是帶一部ZF 以及一支352的七妹 全部我都不會用自動對焦 收細光圈去到5.6、8去拍 用一個超焦 按鍵就可以了 跟著我去拍照 看看有些什麼可以拍出來 ..! Strong Pl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一定是有陽光的情況下 我才會出去拍照 拍女生就不是啦 陽光大的時候 其實拍女生的反差會比較高 但拍這些行走城市裏面的拍攝 我就非常之喜歡 因為陽光在不同的樓層 或者不同的樓層射下來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以及做了一些特別的構圖 我就非常之喜歡這個感覺 街拍通常都是拿著相機 在我眼的水平位去拍的 我看著相機就可以去拍的 我很少看著人 去拍照 其實在城市裏面拍照 就不要阻礙別人的生活 或者影響到別人的生活 為了一張照片很自私地 而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非常之不要得的 最好就是靜靜地 去享受一個攝影過程 又不用特地去很近 拍別人的臉 大家都不懂的 反過來是你 你也不想別人去拍到你 對不對 這裡就是我自己 在城市裏面 就拍攝的小小心得 還有小小的笑片 就分享給大家看 如果你對街拍 又或者在城市裏面 拍攝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知道更多的技巧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問我了 好了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次又多教大家 去拍攝的技巧 拜拜